大家看一下這裡 他說FS在S等於1,20 S等於-1是連續 什麼叫連續 換句話說你看一下FS本身比-1大聽他了 比-1小聽他了 等於-1是聽他了 所以FS這個式子本身在-1的地方是斷掉了 對吧,斷成比-1大比-1小和等於-1嘛 那他說連續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雖然斷掉歸斷掉 但是在突襲在斷成兩階的地方還是接到 對吧 所以說連續有什麼現象 換句話說把S用-1代有什麼條件 F-1 算算就等於Limit A可以趨近-1FS 代表說既然連續 可見他雖然斷掉 但是算出來答案 F-1和很像-1時算出來答案要怎樣 要一樣,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們根據這個現象 好不好 根據這個特性 既然連續可見斷掉時會一樣 所以說我們開始來計算了 怎麼說 讓你看一下 首先你先求一下F-1是幾 F-1是幾 F-1加1 比F-1小聽誰的 聽他的 這時候自己 S平方 對不對 所以用F-1代 對吧 OK 多少線 這邊是AX三方 好不好 OK 題目這邊是AX三方 OK 所以說用F-1代四起 F-1 用F-1代四起 F-1 所以說答案也四起 F-1 那既然要連續 可見這個東西 和這個東西 要不要一樣 一樣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A 就會等於說三 F-1 這樣行不行 所以A算出來三四起 負一 好不好 把這邊看一下